《放浪城市》 今次我們的展覽主題叫《放浪城市》 其實我們就想用聲音來回應我們的城市 今次的展覽主題其實是回應一個更大的主題 叫做《敘事曲》 每兩年的動漫美學生年展 我們有不同的城市 包括上海、成都、香港、澳門等等的城市 就著我們跟我們城市的議題表述一番 我們邀請了三個組合的藝術家 跟我們一起以聲音來回應我們城市的想像 如果我要全面去看一些 即是看一組城市的記憶的話 用三個不同的媒體會比較完整 其實都蠻刻意的這三個類型 他們就是從事很不同的三種媒體 CYDL就是聲音 另外Niko就是很明顯的編輯 即是文字 另外Wing Sha就是影相 所以他們分別就是視覺、聽覺 以及你可以叫做觸覺或者手 同時剛巧他們有三組不同年代的人 又有另一個層次的製作 他們拿回來的聲音會變成一個視覺 甚至變成一個實體 而那個實體其實是 代表他們 belong to 他們走的地方 其二就是他們怎樣去觀察 或者怎樣去走那個城市 原來他們走的城市的方法都很不同 這個是我開始猜不一樣的 例如Niko 他可能是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 因為他做編輯 很隨意 但是他又在看一些東西 又知道周圍發生什麼 CYDL更加不好 CYDL因為他走的地方 就是他住的地方 他可能相對比較熟悉 甚至乎是他休閒到自己在唱歌 其實我同時收到Viso和聲音 但聲音進去之後 我寫了個計劃 將他全部轉為數據 那些數據就是他走一個小時裏 那個Volume的高低起伏 而那些數字就任何發揮 我可以將數字變成一個立體 我可以將數字變成一些 一動動的Viso 基於他去了哪一個位 Volume各樣東西 我們最初構思這個project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起點就是 如果 這兩個字對我來說 一直都有一種很特別的意思 就是如果 如果 是一個果 那會怎樣呢 然後 因為這個雙年展 其實是和動漫有關 黃照達也是Comics 我就想 假如不是動漫是靜漫 不知怎樣 我就出現了靜漫 雞 有魚果是一種植物 雞是一種動物 那我自己就很奇怪 覺得那裡就是動植物公園 在我這一代人的概念之中 是沒有香港公園 於是我很直覺很直覺 就覺得是動植物公園 就適合數了 我就有一次自己來先 我就在黃校像廣場 覺得那裡適合數 開始上來 然後跟著就再想到 不如我們真的從那裡開始吧 靜靜慢慢 靜慢地走上來動植物公園 我們定了概念 亦定了那十三個點 我收到要輝文字 Chris也收到要輝文字 我們各自就做了音樂和影像 我就再做多一點 在十三個點裏面 有了DG Installation 我覺得邊界是我們自己定的 內和外要打破 所以我們看到那層樓的時候 就發覺 如果我們可以做些事就好了 如果我們一看一看到外面 發覺原來都是我們這個 Soundwalk的一部分 行不行呢 最初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我們說想掛些東西 在大廈那裡 就得到的反應 就說不用想了 很難的 一定做不到 不是難的事情是不行 那我們就 如果嘛 沒有理由說 那麼快沒有如果的 所以我們就 嘗試一下吧 我們找到很好的朋友幫忙 真的 他逐家逐戶敲門 其實 終於被我們問到 有兩個住戶 他們肯讓我們放一些東西在上面 啊 原來真是OK的 的一種 一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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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